大家好 我上次講完Netflix的探辯之後 就叫大家給我多點劇 我就來看 然後大家真的給了很多劇 你們是做到事的 根據上次留言最多的 就是叫我看這個Money Heist 即是子房子 放心 這條片是有劇... 放心 這條片是有不劇頭部份 還有最後的嚴重劇頭部份 嚴重劇頭部份 之前我會畫一條分界線給大家看 大家不用太擔心 若然你還沒看第三、第四季 去到那條分界線你們就好聽了 你不用考慮一下第一、第二季的觀眾 第一、第二季的觀眾要考慮嗎? 放心 我的劇頭是不透第一、第二季的 基本上就是透第四季 其實早在你們留言給我之前 我就已經開始第一季看了 還踢了人落坑 還踢了人落坑 不過看到你們的留言之後 我當然是快馬加鞭 立即喪體 我用了兩個星期就看完四季了 太差了 什麼? 太差了 我的黑眼圈就是最好的證明 其實這套劇已經受歡迎到 不太差我怎麼推介給你們 這條片我比較想像是一個討論 討論一下為什麼這套劇會這麼受歡迎 但在討論之前 我想跟大家說 原來這套劇在戲內還是戲外 都是異常的勵志 現在就跟大家說一說這套 《紫房子》 《紫房子》 是Netflix目前最高收市的非英語劇集 也是IMDV史上最好評的250大劇集之一 在很多國家包括西班牙、法國、意大利、巴西、智利、土土 更成為Netflix這個平台有史以倫 不限語言 包括英文 就是觀看次數最高的節目 在第三季一上架的時候 是有七成的用戶在七天裡面就看完 這樣代表了 要是有七成的觀眾是很學這套劇 要是代表了有七成的觀眾是沒什麼做的 我或者是後者都不定 你一定是 你一定是 有哪一個猜到 這套風魔全球的劇 一開始在西班牙本地播的時候 是十分之不收得的 是很不收得 是不收得到直接要收屁 就是停播 這套劇本來就不是Netflix的原創劇集 而是在西班牙的免費電視台 這個Antenna 3裡面播出的 就是免費電視台 就是西班牙TVB 初初第一季出的時候 就反應很熱烈的 但是沒有人猜到為什麼 去到第二季的時候 就反應很冷淡 收市是降半 最後就搞到要停播了 在這個時候 Netflix就出現了 Netflix當初就不是說欣賞這套劇 也不是說對這套劇有什麼期望去買的 只是為了撞大自己的playlist 可以有人說 你來Netflix看東西 什麼東西的片都有 它是本著這個心態去買了這套片的版權 而紙房子的劇組 也是本著 我那套劇要停播了 沒有人看 你買嗎 給你出個價錢 這樣就 就賣了這個版權給Netflix 可以看到 雙方對這個行為 都只不過是一個買賣 沒有什麼特別的期望 那Netflix買回來之後 都只是很普通的放進全球可觀看的playlist 裡面 就沒有幫這套劇 投放過任何廣告 自身自免 就是例如 你現在看我這條片 因為我這條片是講Netflix 所以我這樣說 就是你一按進來 之前的那條片 絕大可能都是一些Netflix的廣告 就是Netflix裡面有某一套劇集 就放在YouTube上廣告 因為他們向YouTube買了廣告位 而當時是沒有幫子房子 去做過這一類型的推廣 這樣就明白Netflix到底是有多 多愛這類型的 真的 不用廣告啦 不是 就是完全沒有期望 所以才連廣告也不用放了 但是過了一段小時間之後 所有演員的IG 這些社交平台 無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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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在這個時候 大家都知道 所有演員都不是很多人認識 變成全世界都認識 連他們自己都說這個轉變 是帶來了完全不同的人生 知名度 收入和機會 本身所有人都不看好的作品 因為一個意外一個機會 到現在全世界的人都認識 你問是不是很勵志 在裏面做這個女主角TOKYO的西班牙女星 Ursula Corbeiro 算了 英文不懂得說回中文 Ursula Corbeiro 也是因為這樣 突然爆紅 劇迷還要叫他做最美的短髮女星 還要殺了荷里活 我想這是不是他第三季變髮型的主要原因 就是他拍G.I.Joe 我很喜歡看的 G.I.Joe的外傳 繼續說回這部劇 本身這部劇到第二季就要結束了 但Netflix看到 現在這麼好玩 可不可以再弄一盤搶劫來繼續做 搶多一盤 麻煩打個好夾 他這些真的打過好夾 所以我們才有第三季可以看 講到這裡你們會不會開始有點害怕 因為就好像圖 你們有沒有看過圖 我覺得它是一套不需要有第二季的劇集 是神劇 但不需要有第二季 因為去到之後開始就已經有點難了 到底脂肪肌會不會一樣 其實根本就不需要第三季 那見過我進去第三季第一集 見到TOKYO的頭髮髮型轉變了之後 我覺得這部劇不需要第三季 說笑而已 都OK的 那第三季呢 因為它的預算和比起頭兩季已經完全不同了 現在又買了 原來以前頭一二季想拍其他國家的景 就唯有拍錄幕 然後後製就弄到像是那個地方 現在就搭水了 若然你想去泰國萬伐子 又想拍大象 立刻去 要軍用直升機 立刻做 就連扔錢下去 扔錢下去 就連在街上耍錢 那一幕都真拍 不用特技 我蠻害怕你說 真的把大象去拍 你自己飛過去 這個好任性 真的很任性 萬伐子立刻起動 所以有錢是真的任性很多 在劇情方面 我不覺得它有比頭兩季牽強了 我覺得所有東西都還蠻合理的 當然啦 我的Fatmaid 這個Ockman 就說 低依剛剛結局有沒有搞錯 這麼TVB 我某程度想贊成 但是 未去到我覺得要大鬧的地步 仍然都還覺得它是神劇 接下來就出第五季 不知道有沒有人跟我一樣 覺得第五季很完 真的見好就瘦了 再這樣下去就真的害怕了 之前比圖 是真的 很大陰影 圖是神劇 神劇一爛尾 很大陰影 那至於為什麼它明明在全世界播的時候 這麼收得 但在本地播的時候要搞到收皮呢 我最初就在想 這套劇裡面說很多政府是腐敗 執法機關很黑暗 有多腐敗有多黑暗呢 我待會繼續說下去 會不會就是因為西班牙政府民望很高 所以這些片引不起其他人共鳴呢 但是我走了做少少資料搜集 就發覺應該不是這個原因 那片也很糟糕的 之後我走去做少少資料搜集 最主要是我女朋友走去做少少資料搜集 然後就發現 原來是因為它當時在免費電視台播的時候 有太多廣告了 我覺得很好笑的 播放的時間也是低能的 即是它是一套劇播 播完之後已經午夜了 有很多人沒得看 而第一季的結局和第二季的頭 又加了整個Summer 一個暑假是可以令人忘記很多東西 一個暑假可以令人忘記什麼呢 例如 即是若然有個人 他初戀沒有了 他可能會很傷痛 但過了一個暑假 他分分鐘已經可以沒事了 那又怎麼記住你的子王子呢 而且那時候一集是有70分鐘 被Netflix收購之後 因為要迎合世界各地觀眾看劇的行為 所以就將它斬成為45至50分鐘一集 證明了就是 就算有一套好的劇 如果你的處理手法是弱智的話 暗好的劇都要佔布底 但是同時又證明了 只要你的東西是好的 就算所有人都不看好你 只要有一個機會 全世界都欣賞 這套劇是很厲害的 還有一個位置 對我來說是十分勵志的 EG大過仔 雖然在香港就不算是什麼大的頻道 也不是很多人看 也謝謝你們繼續看 但是分分鐘 巴西的人很喜歡 我覺得他這麼受歡迎 是有好幾個因素的 即是主角怎樣去對付 執法機關的創意力滿分之外 這些就不用說 因為本身這套劇的賣點 撇開賣點還有很多因素 現在就來講講其他因素 第一樣就是反抗 主角們雖然全部都是銀行劫肥 但其實全部都是有情有義 即是你會感覺到他們很道亦有道 不會濫殺無辜 OK 即是他們基本不會殺裡面的人 就連戲裡面最黑人憎 最黑人憎的角色 沒錯就是他 我一次見到他 我也很想打爆 雖然這樣代表演員做得很成功 就算是這麼黑人憎的角色 潔肥都不想殺了他 整天都很生氣想殺他 但最後都是沒有殺 就是因為他們堅持了不可以殺人的信念 因為當時有一個瘋子的血 這就很重要 如果有一個瘋子的死 我們會讓我們成為一個 Robin Hood 以為我們成為一個孩子 相反執法部門 那些腐敗就真的很腐敗 曾經就試過為了一個 和外國皇室成員是親戚關係的人 就放棄了另外八個人的放生權 即是他為了討好對面的國家 就放棄了自己國家的八個人民的走路權利 又或者不經任何司法程序 就抓了劫肥回來 就直接濫用私刑 然後又裂造罪名 又裂造罪名 其實他都沒有 但新聞就一直播來抹黑那個反 就是希望市民都討厭那些反 劫肥的火力當然不會救他們來 所以結果要搞到 跟這些執法部門打輿論戰 是不是覺得荒謬誇張得來 就好像一些寫實 大家都明白 試問 若然你是一個觀眾 你看到這個設定 會站在哪個那邊 我不看其他國家 只是看香港 這齣劇又怎會不受歡迎 劫肥裡面 所有劫肥都會穿上紅色的年舞衣 不是這個 對不起 我這個是 意思意思 大概是這樣的 大概是這樣的顏色 戴上一個達利的面具 達利是一個畫家 然後他們還有自己專屬的主題曲 他們的主題曲都不是亂選的 就是用這個二戰時期裡面 意大利反法西斯反抗軍的聖歌 再見尿姑娘 嘲嘲嘲 洗腦 真的洗腦 嘟嘟嘟嘟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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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劇裡面 當他們跟市民表達了自己的善意 以及公開了這個執法機關的腐敗之後 幾乎所有市民都站在這個劫肥那邊 而在第三季開始 反抗者名號的牌比起頭兩季打得更加多更加響 經常會表達給觀眾知 我們是反抗者 這個不只影響劇裡面的市民 就連現實生活的市民都被他們影響了 外國已經有一些國家的人去遊行 是會穿他們的外套 雖然我不知道為什麼連看波都有 即是看波都有變出他們的外套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他們的地位就已經變成了 好像以前的VSART一樣 是反抗的象徵 第二個這麼受歡迎的因素 應該就是這套劇 會很詳細地描述每一個角色 引發大家的同理心 這套劇一開始就已經組成了 一個八個人的搶劫小組 因為他一開始就炸在你面前出現 你一開始就分不到誰打誰 你只知道兒子都挺英俊 女兒呢?很英俊 但是這套劇又很厲害 他用一個很短的時間 就已經告訴你 每一個人的角色設定 性格 故事背景 真是很快的 你了解完他們之後 就會發覺他們雖然是潔肥 但沒有一個真的大奸大惡的人 基本上每個人都是這麼慘的 然後你就會有一種感覺 他們都是為了所迫才會這樣做 而且你熟悉那個角色 會熟悉到 會控制 會不受控制 會不出事 好像熟悉到真的認識他 我在這裡要跟大家宣布 這個professor已經成為了我的偶像 是我很喜歡professor 到第三季開始會有更多的回憶場面 因為想鞏固你們心裡的角色的形象 因為初初他們沒有遇到第三季 到現在他們還是一邊拍一邊寫劇 都證明了一套劇如果想多人喜歡 你只得一個好的故事不夠 你一定要有很多額外因素 還有其他因素 不夠時間講 我感覺到已經剪死我了 那些父權和武權的鬥爭 人性的陰暗面 還有那些經常都有角色被人威脅 即是你家人和你的戰友 你補哪一邊 你補你的戰友的家人就糟糕了 但是到第三、第四季 他這些方法被主角那邊反過來 對那些拆好友 這些算不算劇頭 這些不算劇頭 我沒有跟你說誰 然後就是因為這樣 所以你們會看得很爽 這些混蛋的招呼 去到這個位置就差不多劇頭了 我先畫這條線 好,畫線 講到這裡了 以下內容將會有巨巨巨量的劇頭 如果大家還沒看到第四季的話 大家要看到第四季完了 才好繼續看以下的內容 如果你還沒看到第四季的大結局 怕被我劇頭透露你的話 你可以這個時候 訂閱我的頻道 分享這條片 追蹤他 以後就可以關掉這條片 如果你看了 想一起討論一下劇情 就繼續看下去 這裡就當跟大家聊一下劇情 第四季了 有沒有人見到奈樂斐死了的時候 差點哭不出來 如果有的留言 請舉手給我看 麻煩你 我真的很深呼 尤其是看到他被人爆頭 你確實沒得救 在觀眾面前宣佈一定死 導演是跟他說 你們不用想 這次沒得救 那一幕 一個女人為了找自己的兒子 就去參加這個搶劫 被人用自己的孩子去騙他 在窗邊射了一槍金的之後 重傷 還要被TOKYO做手術 雖然TOKYO是漂亮的 但如果我傷了 我一定不會想他幫我做手術 做完手術 昏迷一起來那一刻 就已經馬上被人攻擊 其實他也不想TOKYO幫他做手術 臨打麻了他昏迷睡 那一刻我不想 一睡醒就要馬上被人挾持 攻擊他又成了 去到尾尾 還要宣佈死亡 一槍砍下去 還要是中頭 所以我都說你為什麼要第三季 頭兩季結束後 其實佳大歡喜 是 他現在弄死了內奴地 但第三季又滿足到一個 就是博士和呂景的活動 真的很棒 是 Professor和呂景 他們的浪漫真的不是一般人 很棒 如果你們想看一些很有頭腦的調情 是可以看一看的 但是你們想做到 首先都要打劫銀行 不要去打劫銀行 我沒有教你們 我不是叫你們打劫銀行 跟你說是犯法的 OK 一旅景為了愛 放棄了自己的正義 快要放棄了自己的老母 瘋了 最後還有一樣東西討論 第四季在哪一個委員 我相信你們都知道 是不是想虐待我們 不過我又在想 現在最聰明的反派 Elysia 艾利西亞 大肚婆 大肚婆 到底他最後會不會都加入了教授那邊 頭腦 十分聰明 做事不擇手段 濫用私營 雖然真的很過分 但若然你要說回來 Leo都真的可以說是好反無損 重點是什麼 最後被政府出賣 很好的動機去加入劫匪那邊 即是他一般羅之親指著教授 又不肥他 然後又說 我加入 都不出奇的 到底第五季他會不會洗白呢 他做的事是 很劫匪那邊的 但是同一招用兩次就不好看了 都是 無論如何我個人來說 是不太希望的 因為如果他加入可以 代表第五季裝他不下 一定會再有多兩季 是啊 因為又要打個新大佬 如果當他都加起來 所以我就不太希望他加入 還有大家不要忘記 內落比是他間接害死的 我相信大家應該原諒不到 見好就收了 所以我真的覺得 好啦 那今次Netflix的分享 就到這裡了 今次預期會是一個推介 其實比較到最後 這裡像是八婆仔 會討論劇情 嗯 但我爽的 都會想和你們聊一下劇情 可以開心的交流 但是雖然我不是所有留言都有福 但我絕對是全部都有看的 就是奈何這個人手是有限 剪片是需要時間 我們四隻手加起來都不夠人手 我就決定拿那些時間 就繼續剪片 盡量星期一、星期四的影片出 就對得住大家多些 對了 這套劇也是有拿老成份的 但是當然 若然你們又是為了拿老成份進去看 都是膚淺的 這些你自己決定 但是我純粹戴個頭盔 不要說我沒說 好 喜歡我這條影片 記得分享出去 訂閱EG大哥仔 逢星期一、星期四出片 當然要告訴我 到底你們有什麼劇情想我看一下 好 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下課